将修行落实于生活,将佛法应用于人生,欢迎来到禅心学院,聆听达观师父教会,开启智慧人生。 畅谈六祖谈经一二五,本性是佛,整理者心灯,读诵者心音。 此须心行,不再口念,口念心步行,如幻如画,如路如电,口念心行,则心口相应,本性是佛,离性无别佛。 此磨合般若波罗密法,需心行,即内外合一。 不再口念,不再口说,亦不再口争,争赢了,也非修行人。 口念心步行,如幻如画,如路如电,口中讲的还是梦幻泡影一场。 口念心行,则心口相应,即内在和外在,理论和实践能结合。 若你能真行,即能离苦,能减少烦恼,你会少很多问题,灾难,敌人和烟亲债主。 这并不需要等多久,快,即当下就可以验证,慢,则不是不报,时机未到。 善报恶报,皆如此。 之所以说见性成佛,是因为你本性是佛。 常言道,临时报佛脚,你不要报别人的脚,你自己的脚就是佛脚。 你要做佛,靠你自己行走,离性无别佛。 学佛是为了成佛,为了利益一切众生。 但要成佛,你应该去认识自信,直接面对自己,了解自己,观察自己。 本心和本性的概念,其实并不抽象。 本,即本体,既然是本来,你跟我都有。 此心为作用,本心即本来的作用。 见闻觉知,就是本来的作用。 本心是用心,不是用意识。 若用的是意识,你就会妄想执着,产生分别对待。 就有个人的意识形态,主观偏见。 一般人的用心生活,就是要认真,专心,不要散漫。 但其更深一层的意思是,心本来是不生不灭,是平等,常住的。 有人去参天皇禅师,但天皇禅师并没有特别教他什么。 过了很久,他想离开了,就跟天皇禅师告别。 天皇禅师说,你不是要跟我学习吗? 他说,我是想学习,但你什么都没有教我呀。 天皇禅师说,你跟我问讯,我就跟你点头。 你端茶来,我就拿起来喝,我什么时候没有教你呢? 你问讯,我点头,你端茶,我拿起来喝,这些都是作用。 那个人当下就开悟了。 禅门的公案,很多禅师很少给弟子讲经,也不教什么。 偶尔在法堂上开示一下,便叫他们出坡,工作,整理环境。 对于不懂的人,光讲是没有用的,有时候还增长邪见,讲越多,观念越偏差。 有时候懂很多的人,反而容易掉入自欺,供高,我慢和喜欢争辩的陷阱。 达摩祖师的破相论中,有人问,众生皆有佛性,那佛性在哪里? 达摩祖师答曰,你现在问我画的就是佛性,我现在回应你画的就是佛性。 你我彼此都在作用,你也看到作用,但你不能明心,因为你习惯活在现象中,却不习惯活在作用里。 明心就是二十四小时都活在作用中。 对于你来说,这只是理论,因为你很容易迷失,你无法将这个心把持住。 你要将熟悉的变成陌生,将陌生的渐渐变成熟悉。 你要时时刻刻察觉你活在作用当中,这时候,如镜子照雾,你对外面的世界还是很清楚。 本性你无法觉知到,但你要知道作用从何而来,所以谈心跟性。 要从心开始学,本性即一种本能,既然性是佛,那就叫本觉。 每个人都可以觉悟,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 六祖大师曰,离性无别佛,你就是离性。 不明白自己的自性,对自性相当陌生。 陌生到你以为它不存在,你要回归去认识它,不要再迷失了。 问候思维,你能够察觉到佛性的作用吗? 心平何劳持戒,行职何用修缠。 感恩六祖会能大师开示,感恩达观师父教会,感恩您的聆听,感恩生命中的遇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